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5日20点13分联合报记者曾思如及时 报道林燕廷又八强赛最终占攻下全场最高20分,绿能人带助连胜记录决赛 记者于承翰,摄影分享107学年度最新赛况及新闻报道武胜在首时就提前晋级,能人加伤今天八强最终战碰光复高中的 结果却可能攸关其他队伍晋级状况,但教练林郑明和飞人林燕廷都强调,没想这些,能赢就赢,一样正常发挥 第三节连标三季外线,轰下全场最高20分外带14篮板的林燕廷说,高中最后三场球了,就是认真打 如今延续107全年完美的15场全胜战绩,决赛两场球更不会错过 能人去年是冠军热门,不料一路闯进最终战却败在卫冕军松山高中手中,新年在闯四强,林燕廷相信球队不会中 倒负哲,上一届没打过什么逆转胜,新年我们们心态比去年好很多,实力未必有去年好,但团队感觉更好 林燕廷又三分球九投四中风下20分 记者于承翰,摄影分享能人对史曾两度夺冠,但当时领军教头是林玉政,现任教头林郑明当时在SBL玉龙队执教,新年小杨哥有机会突破执教林冠魔咒,林燕廷笑说一定会拼关,为了教练,也为自己和学校 所以全胜前进决赛,今天还是以71比53大胜下月16日的四强赛对手光复高中,林郑明认为今天球队防守问题很多,有很多缺点需要改进 待光复闯队时首度四强的教头陈定杰后更是直接发飙,P自家球员态度不正确,尤其是下半场表现,不能这样打篮球,不能让人误会 陈定杰解释,当家中锋翔楚于第二节脚登道,多少影响伸手,主力后卫于维豪豪也因数七步拉伤不刻再战,但球 对仍认真想挑战能人,不料球员态度却走样,让他气说,原本228连甲要让球员放满,现在要扣两天作为处罚 能人夺胜后,直接携手南山高中和高院工商晋级,卫冕军松山确定落到第五位,无缘挑战队时第二度的三连霸 分享分享留言猎逸